距離蘋果發布下一代iPhone機型還有5-6個月時間 同時相關的洩露事件已經開始浮出水面 在最近的泄密事件中 iPhone 14 Pro和14 Pro Max的設計已經出現 這也讓我們更詳細的了解了這些設備的外觀 以及設計的根本,接下來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洩露顯示iPhone 14 Pro和14 Pro Max將更厚 並且具有相同設計與略大的少頭突起 蘋果在下次更新中 不會對iPhone的外觀尺寸進行太大更改 然而,橫置感態號挖孔屏 是iPhone 14 Pro和Pro Max的專屬設計 iPhone 14、14 Max將繼續沿用目前iPhone 13的劉海設計 現在根據知名洩露者分享的iPhone 14 Pro和14 Pro的外觀圖 與現有iPhone 13 Pro機型相比,外觀尺寸幾乎相同 Pro型號最近的CED洩露還表明 蘋果將堅持iPhone 13 Pro的設計 唯一的僅是瀏海屏將被感態號挖孔屏所取代 裡面包括非CD傳感器陣列和自拍相機 直送上的細微差異 可能是由屏幕周圍的邊框厚度減少 以及沒有黑邊造成的 因為這是設計圖,實際上手肯定會有黑邊 這兩款設備的厚度也略厚0.2mm 細心的小夥伴們可能會發現 iPhone 4 Pro系列漩液的鏡頭模組 相比iPhone 13 Pro更大了一點 整個模組寬度已經達到了36.7mm 佔據了iPhone一半的寬度 單個鏡頭孔鏡達到了16mm 猜測新機可能換上了面積更大的傳感器 目前iPhone 13 Pro的主攝傳感器雖然不小 但超廣角長焦的尺寸沒有更少 與主流的安卓旗艦相比還是有不效差距 估計此次是更新了輻射部分的硬件 回到外觀部分 由於相機模組更大 新機頭重、腳輕的感覺更明顯 而且手指會更容易碰到鏡頭位置 影響日用握持手感 本來規整的三攝設計 如今可能因為傳感器升級 面積進一步擴大後 反而看起來更不合適 蘋果公司今年會繼續推出4款iPhone 但是命運型號大規律不會有了 風學師郭明基通過社交平台表示 根據蘋果的iPhone命名規則 今年下半年的4款新機iPhone 可能分別命名為iPhone 14、 14 Max、14 Pro和14 Pro Max 據悉,iPhone 14 Max是iPhone系列的新型號 它取代了mini型號 目前iPhone手機中有兩款小屏手機型號 mini採用了與同代相同的設計 iPhone 11則主打性價比 在3月9日召開的蘋果第一場衝擊發布會中 iPhone SE3也是同樣亮相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關於新iPhone的處理器 郭明基稱只有兩款Pro型號 會升級到i16處理器 而iPhone 14和14 Max 仍將搭載i15處理器 四款新機型都可能配備6GB的用處 區別在於iPhone 11 Pro和14 Pro Max 採用了LPDDR5 iPhone 11和14 Max採用的是LPDDR4X 如果該消息屬實 這將是蘋果近10年來 首次通過不同的芯片 來劃分奇蹟iPhone規格 蘋果上一次這樣做是在2013年 當時iPhone 5玩時配備了i7處理器 但更便宜的iPhone 5C 僅搭載了一年前的i6芯片 事實上之前就有消息稱 蘋果將對iPhone 11系列進行重新優化 目的是高低配區別差異大一些 如今iPhone 13和13 mini 儘管也是i14處理器 可是它們相比iPhone 13 Pro和Pro Max而言 同樣也隔了兩個GPU核心 至於iPhone 14系列為什麼這樣做 可以認為 所有原因可能是i16芯片備貨數量不足 也有可能是新工藝導致芯片良率較低 當然,當下這一切 目前還都是業內猜測 蘋果是否會真的在iPhone 14系列上採用這一策略 其實還有這變數的